-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挖- 今天有詹大師- 慚愧慚愧- 慚愧 - 聲音果然不一樣- 厲害 厲害囉- 但是來賓還沒介紹到你- 信其造-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退休的刑警- 高任何高刑警- 弘毅大哥 大家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資深的媒體人- 羅友芝- 弘哥好 大家好- 以及旅遊部落客- 快樂云- 弘毅哥好 各位大家好- 因為每天在七月中也快樂- 不好意思啊- 而且不只快樂而已- 還是 - 還是雲的快樂- 鬼滑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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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命理大師- 不敢到- 張老師- 感謝 感恩-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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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老師髮型變囉- 永遠要走- 國中生的路線- 漂亮喔- 路來路笑- 要小萌小萌一下- 小萌一下- 你是不是要這邊剃掉一點點- 要跟你學- 好像不用了- 但是如果你學- 如果跟你學- 你就沒路走 所以要留你一條路 謝謝 現在在那邊開示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旅遊業者小帕 大家好 其實精華飯店在台灣算是很厲害的 對不對 很多的日本客人 外國客人都指定 大明星也指定要做精華 貴體的英雄很好 但是最近連續發生的事情 包括顧承允先生 在他們的樓梯摔到不幸過世 最近竟然又發生火災 雖然不幸中的大幸沒有造成傷亡 不過對精華的形象是有傷到的 我先請教一下友志 你覺得情形是怎樣 調查的結果是怎麼樣 其實新聞的變新聞很多都是卡學 你看一月中 顧承宇應該是一月中的時候 在那邊擺到二樓 那些新聞算是很大條的 台年黨署頂 拜託 台灣的故事影響很大 如果新聞到這裡就算了 精華酒店這四個禮不撲起來 主要是幾天再來一個火災 主要的起火點是香奈兒的精品過 起火點在那裡倒起來 可能是燙火 那倒起來之後倒到五樓 因為放精華酒店 記者去採訪的時候 在那邊採訪的時候就想說 我不是在那邊採訪的時候來過 採訪記者會有這種 我們會有這種 就是說我們今天才 去一個地方都會回想說 我不是上個月才來這邊過嗎 怎麼會還有這些事情 所以那天才變得大家很關注 所以記者就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加上那個氣火點 精華酒店之後 又是香奈兒的精品過 另外還有一段 他有一段對話就是說 因為香奈兒的精品 像大家裡面都是東西很貴的嘛 對 你知道打火的影響 進去味道給火 因為他怕煙囪效應 怕裡面悶燒 他處處說 我跟柏妮說給打好嗎 我們比較好打嘛 不然火一直倒起來也不是辦法 因為那時候問他說 這樣可以用不要打的方法 不要說我嘴巴 玻璃不要打破 不要打破 這樣去一樓 火鍵到玻璃一定比人命還貴 比人命還貴 要賺錢 芳妮想說 這時候大時候一定是人命 這是重要的 這是重要的 還有考慮 如果打我兄弟跟你問說 我要打喔 人家說好快點快點 說下去 結果歡迎突然說 我要打喔 稍後 還有別人的方法 我跟他說 你打我兄弟 你整個脾氣都倒起來 會弄倒起來 所以那時候才會有這個東西 一出來 不然趕快打我兄弟 就趕快打 雖然說半小時就趕快結束了 不然就是 一天疏散要350人 那個房客 裡面你看煙囪效應 煙在裡面走 然後裡面三百多人 還有外國人 Ludwig 一邊扒 printed 他這樣扔 還有人說 另外 admin 第一時間说 他的售釋系統 就是說 我們所謂 外國人 中間飯店 中間店 中間рип 上海 不會 dopp 對 裝假的喔 那是房屋人員一個一個去弄 快點 倒火啊 倒火啊 一般五星級反對像小胖在這裡很久 五星級反對不該會有這種輸 就是說你會倒起來一定冰涼涼涼 然後我們現在住的社區是30年的 不但會倒 而且平常沒有事也會想 對啊 然後再加上 你的六星級 再加上他們倒出來的時候 人家說就是那個逃生洞穴沒有很流利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飯店 不然就爆火公司 平常是有那種逃生演練 大概一個月要一次 就是你們可能沒有在購物的時候 他們會完工來說 我們現在假裝現在三樓發生火警怎麼逃逸 那個櫃姐就會帶大家逃生 應該很熟練耶 人家說那頓頓頓頓 又很頓頓 逃生洞穴他們自己都不說很熟 光這兩個書師就可以讓很多記者想起 以前什麼東科大火 什麼神話KTV 所以才會把這個東西變得今天新聞那麼大 對 他說 它那個什麼警鈴系統後來沒有作用 是因為火災 所以斷電 斷電 可是斷電其實都有剪輯的花電 這應該是真的來的 這就說給外行人聽了 這個在警報系統裡面叫受信系統 就是提手房的受信系統 這種東西如果這麼脆弱 就讓你物品沒有資料担 這是防火的第一線耶 你什麼都不用開始不行 這是第一線 如果這個第一線都沒有了 後面都閉閉閉閉閉閉的不用說了 所以說裡面的火油不是四三八十八的 最怕是三八十八的嘛 連這個東西都沒辦法供電給它 沒有備用系統 沒有備用方案 這樣我告訴你最近飯店也不用開了 是是 不過請教一下詹大師 這是流年不利還是唆私 你覺得呢 如果讲榴莲的话 是去年的那个余威荡漾 去年是联征兴化季 全球各地都火灾连连 那造成我们说的这个年运的结尾 联征兴的一个收尾的一个状况 那你说榴莲不利 因为近华饭店的风水极佳 又往后缩 产生一个所谓类似八线道的宽广的前民堂 又形成一个聚宝盆的那种状况 而且大门一开也没有 没有直接下滑 呈现一个阶梯的一个远景 它的风水我认为聚财是没有问题的 但聚财风水不代表它是防火风水 雪光风水不代表它不聚财 所以呢这个外面的格局很好 里面的房间设备材质都一流好 那我认为是金华饭店 任何人都有流年不利 金华饭店也可能有在这年当中 是流年不利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是管理的问题 对 真的有问题 管理问题就是可能是内部的组织 会不会有可能是人员的更换 结构都有可能这样子 对 因为你的什么叫做紧急电力系统 就是你这么冬起到紧急随着起来 不知道状况 而且那个有三四道以上 真的搬起来 还有这个 绝对不会说电力 然后备用电力没有了 没有这样子 你如果等一会人拿瓶就冬烟了 那是中业中的 还要给他弄问 这个是真的很奇怪 对 我就想到那时候那个大火 不知道宏益哥会记住吗 冬科大火 冬科大火就是受信系统派起来 因为没法去弹 没法及时去救 还有那个洒水设备 这回来像 因为看不出来 因为记者进去的画面 那个都被噴到整个都死了 是不是他钉管的洒水设备 有没有作用 因为受信系统通常就是伴随洒水设备嘛 就是说受信就是我接到了 现在有烟有火 我洒水就快叹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 就像冬科大火 当然烧五十八点钟 如果连这个东西两个东西都没有 就是会像冬科大火一样 五十八个小时之后 还大家在争论 是不是一只老鼠把那个灯油把它弄倒 我觉得奇怪 我会觉得这事件很奇怪 就是跟今晚都还没有 今晚那个原因找出来了没有 还没有啊 现在还没有这个东西空腹 就跟W Hotel一样 是不是有人有压力 这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一个饭店 如果这两个都有问题 我不是说它一定一定一定有坏掉 如果都有问题 我住的里面 包括这次三十四十八人人命 听说只是一堆人披着那个浴袍 在外面闭闭闭闭 一堆外国人金髮闭闭闭闭闭闭闭 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改善 就被38聚在外面堵 不然金华这样子也算是很幸运 说你知道吗 对对对 不过讲到这个饭店的大火 以前你是中山分局 是 做刑警 对 我说在川智府 还在中山是川智府 官窟 你都官窟 但是中山分局的事情很多 很多 类似像这种 因为金华也是在中山分局 最有名的是 我钓到中山分局前两年 我们学长办一间 那间我买到同一栋大楼 在新生北路两段 刚刚刚经济过去 以前已经叫做时代饭店 年轻的 一次 有一年 一样 早火 里面总共是240间房间 也是不小 拓帮 三百多个人在里面 那一天只要跳下来的都死 那天很热 没有拨 乱乱乱乱 我的学长下来就撲着热灭灰 那十幾層樓 十幾層樓 那下來的 反正沒有跳下來的 很多都是嗆傷 樓梯 但那場大火裡面 總共燒死了十九個 休息十九個 中傷了六十幾個 四十幾個 下兩年而已 這棟大樓很奇怪 所以我們用詛咒 因為我買了 我招去的時候 十九死 四十九傷 四十幾個中傷 過了兩年 有一個也很有名 也是在那棟大樓 一個女孩子 性戀 跳樓 第四個樓下一個賣肉粽 賣肉粽的 就一棟 第四個賣肉粽 那個女孩子沒死 也是同一棟 同一棟之後 人就開始 其實那棟上面有一個秘密 我們自己 好 那個秘密我們等一下繼續說 就是說 像十代大飯店 十代飯店 造成十九死 四十幾傷 那為什麼會造成那場火災 這個無論如何 一定要找出來 所以精華那個其實也一定要找出來 一定要 對 最怕的就是找不出原因 來 我們先休息精華高 現在再去找十代飯店 當然找不到了 因為他已經改名了 改名了 因為厄運不斷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要來講的是 驚嚇飯店百分之百 因為這些很多人都住飯店 對不對 都有這樣的經驗 好 那再請教一下高雄政府 是 那十九死 四十幾傷 那是怎樣 造成的 這間有兩個 當時 因為這個已經在三十年前了 三十幾年前了 當時的所有的消防的監視 各方面都沒有現在的那麼的好 然後監視系統也沒有現在做得那麼的好 當時只能夠判斷兩種東西 第一就是起火點在哪裡 起火點在哪裡 周遭有沒有汽油 有汽油 還是有沒有棉絮棉被 還是補紙 這是以縱火的方向 第二種就是家裡瓦斯 有漏氣 因為那都是透房 那幾百幾斤的透房 那透房就是整棟都是 所以他套房是飯店 下面是套房 下面是飯店 以前的飯店沒辦法不在 人裡沒幾棟的 那裡都透房做人 蠻複雜 蠻複雜 那很複雜的 那棟真的很複雜 因為這棟第一次 當然沒有辦法證實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起火 因為沒辦法 後來沒有找出原因 沒有 都沒找到 只叫人 叫人就叫到不去 後面 第二天我說一個跳樓 他們現在很多人故為人事 但那棟現在不知道 有跳到不知道 他們當時在樓上 頂樓再建一間廟 池塘 拜這十九個人 十九十 是王魂啊 王魂 還要先接住 驗魂喔 譬如之後還接住 不小心 卡卡丁 聽我卡卡丁 真的假如我們就沒空了 沒有再上去了 後來他再過兩年 在民國八十五年的時候 他再向縱火 一個女孩子 他的男朋友 他再去這女孩子 住房子 再交一個新女孩子 她前男友縱火 縱火 縱火 休息兩人 中傷六十一人 還抓不到 懷疑也抓不到 抓不到 再過了四年之後 還有一個通緝犯 先跟他女朋友二十歲 先跟他女朋友 先把他宰了 宰了之後 他自己拿那個槍 對著他的太陽穴 自轟 死了之後 沒人 開槍 很大聲的東西 但是那個環境 居然沒人聽到 已經吵起來了 再給我批到 人才才發現 還有一個比較神奇的 有一個法師 他很厲害 他說這個修書 我當時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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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處理 裡面就OK了 真的 整個警察半親半疑 拆租也去 他不是同樣OK 他不是同樣OK 他就是放KO 那個日子 按照30分鐘而已 30分鐘 很起笑 自己撞拚 撞天二十幾間 自己撞拚 撞到賣了送秘密 送秘密 到現在 到現在 還神志不清 那個人 他還碰過林役 他也碰過林役 以前我們要去處理三樓 讓我們完街燒泡 我們要去三樓 那個電梯移案 你說那一棟大樓嗎 對那棟 你駛三樓 我駛三樓 我們四個警察在駛下去 我們走14樓 電梯是撞到 看著鬼喔 看著鬼 看著鬼 說這句話 要走嗎 不是走 走 但是那個電梯是真的 我們自己有碰到 自己撞開 你按三樓 明明三樓有亮 他一跑的時候三樓熄掉了 他跑到14樓 不過這很神奇 所以很詭異 真的沒辦法讓你扛開水 因為我們自己四個都穿這樓 排四個穿 又大樓 又污子衝鋒槍 也是走14樓 我們能夠解釋的 老秀電梯壞掉故障 電梯老秀 唯一能夠解釋的就是電梯老秀 有說有人聽到那個什麼 那個很哀怨的苦聲 有 那是什麼 那是一個 那是一個大樓小一樓的 一個 算是歐巴桑 他肯定每天套戰都會打掃 UCC加東西旁邊那裡 他說二樓我們一樓 一樓就要哭哭哭哭哭哭哭 臨時四五點就卡電了 快接招 二樓一樓就哭哭哭 這樣就哭 我們二樓 咬一樓 二樓沒有戴人 二樓是咖啡天那要戴人 他就說不可能聽到三樓 所以三樓就說 我們去三樓去處理 因為我們去三樓處理 三樓處理我們都很檢舉 走14樓去 走14樓去 我們三樓又來 我們就下來 下來 因為跑到一樓上來 14樓來又沒有聽三樓 我們只能為邊緣八樓 我們四月的警察都八樓梯 那如果沒有炸手電筒 也沒有行動電話 哪有行動電話都沒有 還跟他們製造垃圾 用八樓梯的電池 有一段時間沒有更的 安全鎖住的 車裡面開 把安全廳開到三樓去 三樓一看 整個透亮的 你一開正確的感覺 三樓沒輸 像停之間 你感覺很冷 陰風慘慘 我們穿防彈衣 穿防彈衣正常來說 也不會冷氣的感覺 有什麼三樓在那裡 不知道 我們董事又說 你冷氣不要開這麼強 你沒用電 也沒用電 咖啡牆 咖啡咖啡 這盤有名 有名的 三樓那裡 那盤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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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鬼 都有這種怪事 那盤有名的 有名的 對這比較沒得講究 便宜那一句 我就先給他打一句 便宜那一句 那盤有是去的盤樓 盤樓 盤樓是幾樓 十四樓 十四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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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十四樓盤 盤樓最完 所以你們是 盤樓要去三樓 大家一直都走到盤樓 要到十四樓盤 對 上十四樓 那一棟無法解釋 常常有吵架 什麼情侶玩家 拍電的人要補完 我們沒有算電 那是哪一棟 幾號 對 我們現在處理別的事情 沒有辦法 你派別人去 你看喔 高刑警說 當時造成十九十四樓盤的火災 對 再來是有一個女生跳樓 壓到一個脈肉中 再來 又有火警兩死六十幾三 兩死六十一三 這個是縱火 縱火 然後再來 又有情侶殉情 一個大樓為什麼短短這樣 會造成這些 如果我們從兩個角度來看 一個叫做風水角度來看 我們時常看到風水的房子 有幾個特徵 居家如果遇到這樣的特徵的話 如果有符合三到四項的話 那表示你這房子 在防火方面要多加強 那也可以從八字面向來做一個切入 第一個房子如果做北朝南 南方火火氣比較旺 那配合生肖或配合格局不好的話 那可能這個著火的原因會加重 第二個我們說 坐北朝南的房子比較壞 沒有 坐北朝南是好房子 好房子 坐北朝南 我們說有的時候 坐西朝東紫氣東來 坐北朝南薰氣南來 坐西北朝東南 東南下涼 其實是好的作項 可是因為它的火太旺了 有時候你的門太開 陽光直射太強 或是你的罩 罩 我們最佳有門神 床母 罩神 側神跟地基主 當你的罩神 如果安得補好的位置的話 也反而變成我們說風水的災難的危機 可能原因之一 不能說絕對 第二個 如果我們去居家房子 現在怎麼有灶 現在都也同房子 都也同房子 就通稱為廚房的意思 灶裡面有所謂的瓦斯爐 都屬於罩神的這些 第二個重點就是 很多房間都是四個 一個房間是四個牆 你就會知道 有的房間可能是三角形的 三角房 這都有喔 像我昨天去看一個風水 他們的廬灶 他們的廚房是三角形的 那麼爐灶是三角形的火火相生 催事照火望 代表聲音好 只有廚房可以三角形 但它可能是後院或前院三角形 或造成某個房間是三角形 進去的人 就是火型房嘛 顧名思義 進去的人可能脾氣易暴躁 然後火氣比較大 這有可能 是 那麼這種房間格局的前院後院 或是臥室 都會造成我們說火災之身的危機 第三個就是 房子有的是外表白色 綠色 咖啡色 黑色 米色都有 但如果是這種以上的格局 又配合紅色的紅磚房 那麼這個造成火災的危機 會更嚴重 對 你的意思說 它的外觀是 那個紅磚房 全紅的都有 有的是全紅的 暗紅的都有 那裡面的房間 不可以是黑色的 裡面不能三角形的房間 三角形的房間 或是三角形的前院或後院 對 如果它坐巷又坐北朝南 這問題更嚴重 所以叫做 純粹的叫火燒房或火行房 如果造 造 廚房在正中間 叫造居中 新火一上 人一煩 新火一上 搞不好就會 親責互相對罵 重責就是重火的意思 當然這是有古人的風水的統計 結合面向心理學 那如果要看人會不會住火燒房 非常簡單 今天在這節目當中 苦學三十年的紫微斗數 就不吝嗇講了 好不好 是 大門 大門 真的是 好慷慨 我言簡易改的話 快速跟大家講 紫微斗數有個叫火星跟靈星 只要有火星跟靈星入本命工的人 可能自己容易有火傷燙傷的危險 那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顧名思義 火星靈星在田宅工的 代表你住的房子被波及 或有火惡的危險 或曾經有經歷過出兵 或是那種火的危險 這種人的房子都是非常精準 講流年太深了 去講本命就好了 本命有火星靈星 或是田宅工有火星靈星的 必焰 那老師 必焰的意思是應焰 一定會應焰 但老師你講那麼多 大家都走到要死 我是個快樂的風水師 我是迷你界的小太陽 我不是來恐嚇我們的觀眾朋友 我代表大家是歡樂的 所以有法必有破 所以廣告後我們繼續來講破解的方法 你搞我話哪裡 人家來一次不行 照吃吧 你是小太陽 我是小月亮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只是可以代理 有默契 這個是OK的 這是要來創作一點 沒有… 努力苦學三十年 今天就是拜登有夠誇 來奉獻給大家 來奉獻給大家 無私好不好 那你還要講什麼 就是破解的方法 那我從剛剛那幾個角度來告訴大家 盡量如果你的命 脾氣暴躁的人 或火星命的人 或是生肖屬蛇或屬馬的 都盡量不要出動火星方 那如果你的坐項 盡量不要選做北朝南為原則 那重點來了 你怕的話 你就不要用… 有的磁鐺是紅色的 你本身又怕火 就少選擇這種房子 一旦選了又向南 又是火星方 怎麼辦 小胖 有法必有破 我今天特地告訴你好不好 好 為什麼告訴我 因為沒有事 重點是第一件事情 居家我們先了解 水土相克 土水相克 所以代表土的就是我們所選的 米色黃色橘色 這是顏色的選擇 窗簾桌巾或沙巴椅都可以 對 第二個代表土的不是一把土 石頭 如果居家有這種石器 或這種的石頭 放家裡面也可以做一個 土水相克的加分 第三個大家也知道這個 重點是在於水火相克 對不對 並來降到水來土焉 除此土之外水也可以 所以居家呢 記得魚缸 魚缸或是水足箱 放對位置 也可以避免這個火氣 其次就是屏風 當我做北朝南的時候 火氣一直熏氣南來的時候 做一個屏風或做一個櫃子 做一個玄關 遮擋這個火氣自然就能夠迎刃而解 那麼居家的脾氣的家人的增殖 火氣的上升 火災的危機也能處理 重點是藍色紫色黑色 藍色紫色黑色多穿 所以你們兩個穿這個顏色 就比較不容易發脾氣 藍色紫色黑色 大海 它比較穩定的 大海本身看來是浩瀚無邊的 大海水是看來透明的 其實深海是藍紫黑的 這幾個顏色可以避免大家在居家火災 恐慌的時候多選擇 我們覺得過往花姐 功德無量 阿彌陀佛 感謝 阿彌陀佛 那多大樓還在嗎 還在 有人要說要把它拆掉來改建 但是地主不願意 那一棟十多樓在什麼改建 現在裡面還有一個人住 住房 現在就沒有像之前住那麼滿 沒有 現在好像聽說只有住五六層 五六層 是 真奇怪 這問 你知道嗎 晚上 我以前我們家這個 住在台北縣的時候 是 晚上 冬天 你都會聽有人騎腳踏車 不會燙肉 有 有 還有臭豆腐的藥 肉 肉 肉 這個 那個已經往生了 OK 我講實在話 聽到那個聲音 你會覺得話破一個空 然後你很想跟他 跟他 即便你不餓 你都想跟他買 你都不懂 但是感覺上 不是安定感 就是想幫他買 就覺得他夠辛苦 拔眉 還有風雙雙雙 對 他都在他後面再一趟 對 你就想說 可是有時候你想 衝下去 他已經不知道跑去哪裡 對 我都希望他可以不敢辦 這樣 他說這些都是艱苦人 為什麽艱苦人 賣肉 賣到那裡 整個女生跳下去 去壓他 他已經夠辛苦了 這個我覺得 又回到原點好不好 紫背斗樹 有這個貪狼文昌文曲組合 或破均文昌文曲的組合 有這種新組合的 叫墜樓之痛 這是一個重點 好不好 所以會跳樓的人 不代表他會跳樓而亡 或因為登高登山跳下來 或跳水而亡 這都屬於跳樓而亡的格局 有的是主動 有的被動 有的是運動 有的是想不開 那最重要一點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吧 很深 這個很深 肉身 我們的肉身都能控制 最難控制的是靈魂 當有酗酒吸毒 重病 或包括憂鬱的人 就是靈魂跟肉身脫節了 一脫節之後 肉身不想跳 靈魂想跳 這時候產生跳樓的危機 所以家中有這樣憂鬱症的人 除了靠信仰 撫慰他心靈之外 要多給他客戶 讓他的靈魂跟肉身合在一起 才會避免跳樓的危險 我告訴你 我們這台現在變一百台以後 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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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專家沙的大師 他去世了十九龍命 他也不知道誰弄的 完全不知道 而且有多痛苦 完全沒有 找不到起火的點 對啊 有多痛苦 而且那個很多都 在火警裡面被燒死人少 大部分是被嗆死人 你看到那種礁絲 其實這兩個是不多 你看到礁絲其實都是出來 找到以後 他身上都被勾到 那個上面掉下來的那些 那時候好像台南有發生一個 那個帝王大飯店的火警也是這樣 那個是 因為飯店 我們在台北飯店都是飯店 地下室就是停車場 對 那中南部有的飯店 下面會有那種類似那種 那種 就是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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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歡唱 你去會有那種歡唱那個 那帝王大飯店那時候是台南 算很有名的飯店 然後 因為它下面還有那種 類似那種 有 不算有女陪 是習慣 有人在賭酒 其中有一個 因為 那個台南的角色 喜歡其中一個 要追求 追求不成 結果他這樣 去那邊縱火 直接會彈下去 要追到裡面 要追到裡面 那種 那個女兒是不讓他追 那天天天人要去嘛 那天天人要去嘛 那天天人要去找他 那天天人要去找他 那天天天人要去找他 譬如說 譬如說 很快樂 圓圓今天沒來 結果 人家去外面回家 真的看來他去上班 我要撿那個圓圓 去撿 那天天天天跟我說 沒地的 我告訴你 你剛才退伍 他就不送了 鳳姨啊 有此我們好朋友啊 撿一個圓圓而已 那算什麼 撿不到 我們在水圍中 圍中 圍中就叫小胖 叫叫蟹 蟹人 開車開到那邊 汽油彈 這麼大顆 再彈下去 但在地下室 直接一丟進去 那種 尤其那種 平常的霸都是那種 龍 地毯 那種 一燒一燒 燒到一個頂上去 全部 那天十九死 這個造成二十五死 那四人 農場抓到三個 一個走去 那 告訴你應該知道 這種縱火啦 命案 那三個一個判死刑 大條啊 就是 直接丟汽油彈燒的那個人 第一 煮飯也是大條 另外一個 教授的人 破武器徒刑 還有一個破十五年 很重喔 二十五條人命 一個跑掉了 那個人跑了幾年 你知道嗎 二十四年 又十一個月 蛤 剩一個月而已 對啊 要跑掉啊 一個月就過了 一個月就沒事 你知道他這二十五年怎麼過 每天他沒有身分證 就四處去農假身分證 他都知道 有專門在賣假身分證的 請到人家印一下 每次這樣子 打人公 沒有勞健保 這樣一直眠 一天賺三千塊就拿錢了 三千塊拿到去吃飯 喝熱酒 過了二十四年耶 他又一會就脫了 追溯息過他就沒事 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晚上都睡不著 晚上不知道 不管怎麼樣 二十四年來 沒有一天好睡 沒有一天好睡 他都打人公 打人公 晚上喝熱酒水 為什麼要喝熱酒水 他睡不著 每天一直灌熱熱酒水 每天他要灌燒酒水 他後來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去打工的那個地方那個人 有一個人剛才看到他 這個就是應該是 因為那時候有發布通緝令 但是一直都抓不到他 看起來很像 隔二十幾年還認得出來 有時候如果名字叫什麼 十七個禮拜 哪有可能有人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前的事情 剛才認到他 那個人也不喝酒 他自己都承認說 我跟你說這四年我只為了一件事 我都沒辦法睡 就這樣子而已 他又承認到他 不然才破案 他如果再一個月就逃掉了 而且我個人是最怕火的 因為我的家人 有兩個人都被火所傷害到 一個是我的外婆 以前他們在上海非常有錢 整排都是他們的房子 後來那個中日戰爭有沒有 逃到四川去有沒有 他們住在那閣樓 閣樓住沒 桃那已經夠慘的 經營主保沒有帶已經夠慘了 房地產沒有已經夠慘了 帶著我媽媽去四川那邊住一個閣樓 一場火災 整棟木頭房 燒到他那邊的時候 他跳下來 我媽媽的腳 右腳斷了 外婆就這樣就往生了 所以你這個主題叫我來 我本來不想來的你知道吧 我觸及深情這個 那我們要感謝你 不是感謝我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還有我一個親戚也是 兩個姐妹喔 姐妹差兩歲 妹妹美貌四天 姐姐因為小時候 媽媽的蚊香沒有注意到 美貌才四天 她不是一輩子嗎 她們兩個差兩歲 四仙 妹妹 不是美貌四仙 那一輩子就完了 對 那姐姐小時候蚊帳 蓋住有沒有 那個蚊香有沒有 媽媽在煮菜也沒注意到 不小心燒到 蚊香燒到那個蚊帳 整個火燒起來 燙到他臉 只聽到小孩慘叫 親戚喔 媽媽一過去看 很可憐 整個臉就毀了一身了 所以這個火非常可怕 我覺得鄭大師很厲害 他就是會透過講故事 然後也告訴他的連理關係 真的都不錯 都有好連駒 對 這種經營蹲進目離的關係 真的很大 因為我靠他們 其實我也是 我們連駒也都很好 你聽到我不會 我聽到你聽到好 他們要買親戳我的 剛剛講到 京華酒店的火災 快樂雲也常常住國外的飯店 你這一次出國剛好碰到 對 這一次其實出國的時候 就剛好碰到火災的警鈴大響 警鈴大響的時候 其實通常我們常住國外的飯店 就會想說他可能是誤響 那我們就想說可能就不用下來 可是這一次遇到的狀況 其實是他響了一段時間 而且我們也沒有聽到任何有糾正的聲音 再加上外面的郎道 還有他們的員工 有在做書上的動作 所以我們就在房間裡面 簡單就拿了東西 然後就往下跑 因為我那時候是住在五樓的時候 我就往下跑 然後我跑下去的時候 剪輯的時候你拿了什麼 我就把我的包包整個拿進去 因為裡面來講的話 我剛好裡面有護照 然後裡面還有就是手機 然後還有就是 然後就還有現金 要解掉胸罩 是是 風水的兇險徵兆 兇險徵兆 然後我們就這樣拿著包包 然後就這樣子就往下跑 然後往下跑的時候 我就看到上面有那個外國人 就也跑下來 因為我們那個飯店 它是屬於就是說 它剛好在那個東京 雨田機場旁邊而已 所以它有很多轉機的客人 那所以我就發現外國人 其實他們也很精簡 他就真的只拿了一個水身包 我也是猜它裡面 應該也是護照類的東西 然後他就直接這樣子跑下來 那跑下來之後 我到了大廳的時候 其實我還滿訝異的 因為大廳其實 匯集了不少人 然後我看到一個狀況是 救護車已經來了 因為我是在五樓 我五樓跑到一樓的時候 救護車已經來了 然後來了之後 其實像這個就有照片 爬樓梯嘛 對 我就是直接爬樓梯 因為就像你講 我們不能坐電梯啊 不能坐電梯啦 電梯應該是不能坐 然後因為我是 因為它剛好整個飯店格局 就兩邊各個有不同的疏散部分 我就是跑其中一個樓梯 所以我就從外面這樣子 再繞到它的前廳來的部分 然後我繞到前廳的時候 其實我發現說 他們的那個打伙弟兄 他們已經到了 你看 所以他們打伙弟兄就已經到了 然後到了之後 你可不可以說你從五樓 然後拿著包包 趕快就走樓梯到一樓大廳的時候 這樣花多少時間 這樣子我覺得應該沒有超過 大概差不多三分多鐘的時間 因為我有在樓梯口稍微猶豫了一下 就是說應該往上跑還是往下跑 對 因為我就稍微猶豫了一下 然後就後來就聽到整個音響 整個聲響就全部都是往下跑嘛 然後結果後來我就跟著這樣子往下跑 你要三分鐘就到了 速度算很快 然後它動作真的非常快 然後我就看到說 那個飯店的人員 他們還跑到外面去跟他講說 就是不好意思 好像是有人按到了警鈴 然後錯了 然後這樣就跟他們講說沒事沒事 可是他們的那個打伙弟兄 他還是一個一個這樣就進到內廳 這已經進到大廳 然後他們就去找到就是那個警鈴箱的地方 然後一一去查看 本來是一個進去 後來就好幾個這樣進去 都去巡了一圈 然後當他們在巡的同時呢 我又看到就是說在大廳裡面呢 竟然已經有警察已經到了 因為警察又比他們更快 因為我是知道旁邊不遠處有一個警區 警銷跟警察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他們其實像警察就已經到了 那警察到了之後呢 他們在巡的同時 過一段時間之後 警察就帶了一個女生 然後就把他帶走了 然後後來來講的話呢 我們那個飯店的人員呢 他只有跟他講說 沒事大家可以回去 可是大家還是搞不清楚什麼狀況 而且還有些人呢 他是真的就是穿著那個浴袍 就直接跑下來 因為他可能跑得更壞 然後有些人的話 就是像我們有同行的朋友 你知道他就覺得說 這是幾點鐘 那時候大概晚上11點多 那很多人應該睡覺 對 所以我們有的朋友他就講說 一定是按錯 一定是按錯 所以還有人還在上面睡 所以我們的朋友是分兩批下來 像你們就損失很大 沒有 我們就跑下來 可是我跟你講像我自己 我自己就覺得說 我看到一個讓我覺得說 他們的那個警察人員動作怎麼這麼快 而且來的時候他們還這麼的細心 然後我覺得讓我更感動的是說 後來你看就還有一些人 然後有很多人就一直去問飯店說 到底怎麼一回事 然後大概有些人很驚恐 我還有看到他們有人是那個 可能是那種上班族吧 公事報很重要 他們是提公事報下來 對 因為可能那裡面對他來講 那個是吃飯的家夥 就是每個人大概提的東西不一樣 然後甚至有人的話 其實你知道他是真的就是 什麼都沒提他就雙手是空空的 然後就是穿得很單暴 然後就這樣跑下來了 對 因為那時候逃命邀請 對 那時候是這樣逃命邀請 然後其實後來我覺得就是說 他就跟我們講 然後大家一直還是不是很放心 所以其實大廳的人 大概差不多 可能要過了大概半個小時之後 才慢慢散去 因為像我自己就在下面待了 大概快二十分鐘 然後就看到大家在陸續上去 可是我們還是沒搞清楚 到底怎麼一回事 因為我看到是有人被帶走 然後結果在晚上 我猜他半夜的時候 他立刻就... 因為講得我們很緊張 好 因為他在... 好像我們在現場一樣 因為他就在看... 會不會被他燒到啊 沒有 我覺得有那個很恐怖的感覺 然後在半夜的時候啊 就是他們就把他做成一個就是信封 然後就塞到每一個的房間裡面 就跟我們講說 晚上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他就講說 就有人去誤觸了這個就是火的精靈 然後警報器 然後後來呢 就有人就被帶走 就是就虛精一場 就大家不用擔心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們整個處理動作的話呢 是非常的完整跟非常的快速的部分 然後當時就像講的是說 我剛好在門口的時候看到就是警銷人要進去 那飯店人員其實就跟他講沒有 可是他還是很堅持說 啊 我就是進去 他就... 就是等於說 對他來講可能打火這件事情 去救人 救火這件事最重要 所以他就直接趴就進去 然後沒事他也是一一去Check之後 他們最後才... 可能該做的檢查動作結束之後 他們才上了那個消防車才離開 哦 就是這個飯店叫做日航啦 日本航空城市飯店 那在哈雷達 在羽田 他剛好在羽田的那個旁邊的部分 所以他裡面其實有蠻多的外國觀光客 然後支配人 一般來講 日本講支配人就是講經理 也有人講總經理 他負責就是住宿的部分 宿伯支配人 可是要速度真快 馬上跟他的客人說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跟大家道歉 對 而且他這個旅館還有一個就是說 像他的警報設備啊 他只...他就是... 因為日本嘛 他日文是他基本的 他還有加英文 就是說你至少讓大家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很好 原則上這種五星級的飯店 幾乎火災的警報是跟當地的消防系統 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說他該那邊也該了 這邊叫他 所以當時馬上衝進來 沒有啊 火災就斷電了啊 人家精華就斷電了 警報就不想啊 沒有啦 那個單獨有單獨的系統啦 那這種飯店我常常... 我們常常在講 最常發現在哪裡 我們在花蓮 我們是第一天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人又繼續睡覺 路口就馬上衝下來 第二天就快跑下去 那常常這種情況發生 為什麼我們不想跑 他們會跑 因為我們習慣了 對 我們習慣了 因為沒有經過地震 經過地震他就不會... 反正在搖一下而已 那其實在這種... 台灣人泰山泵魚前不... 不會 臉不改善 因為其實就像我們所講 這種火災系統 相對的就是獨立的 不會說像說 啊 說什麼斷電啦 就像有這個告訴我 哪有可能會斷電 一定有備用的系統 備用的系統 即使不能斷電 也有所謂的類似機械式的模式 甚至發電機啊 甚至說備用的電池 那裡都隨時都放進去 不可能是要說 啊 我要... 火災一斷電 不會說連那個緊急逃生 可能指示燈都不見了吧 一兩邊招一頭 對啊 那沒要逃 它一定都會有備用的東西 那這東西就是說 人的火災系統 我相信我們的飯店 也會這些... 也都是這樣 都這樣子的 那有沒有連線 這是說斷電 那可惜 就像柳汁哥講的 推託支持啦 就說騙人騙... 騙不知道啊 反正沒電沒電而已 其實這東西按照正常來講是 像剛才快樂圓 你講到一件很重要的重點是 警銷馬上知道了 直到知道飯店 雖然是誤觸 可惜我也要看看 你的權責跟我的權責是沒法 對... 我們要調查一下 管不然有的人去虛報嘛 對... 像我們台灣不是已經常常有很多地震了嘛 然後我有一個經驗是 我也是在日本的東北啊 你知道我住了一個那個是老房子 它是一個也是有列為文家... 那個... 那個... 然後因為人家木頭房子嘛 那個地震的時候你知道 它咬起來又更是有... 比較巨大一點 就很有感覺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是地震啊 然後那個又下雪在冬天啊 然後想說 怎麼會咬這麼久還沒停 然後我們也是趕快就先抓到外套 因為外面下雪 就很冷 然後我們跑下去的時候啊 日本人完全老心宅宅 而且那個門口的那個服務人 還跟我們講說 不用跑啊 不用擔心這個常用 對 所以我們比下去 我就覺得我們又落掉了的感覺 所以患難見真情啊 患難也看到這個人是不是專業 像如果說地震火災的時候 我刑警一定先拿槍就跑 那你就是拿一個... 吃亂的傢伙 對啊 吃亂的傢伙 攝影師對不對 你就拿筆嘛 你拿麥克風嘛 我就拿羅牌嘛 你就拿米 哈哈哈哈 好笑 好笑一下啦 哈哈 好笑 哈哈哈哈 哇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好笑 剛才有一個朋友說 台南有一個... 小胖 如果要比大飯尖一粥的 我們這裡沒有人會贏小胖 哈哈哈 這個人常常在住 那小胖據說在廣西被搶劫過 不是被搶劫過 是那個地方 因為我們那時候剛過去的時候 越南跟廣西不是交界嗎 那有一陣子 就是他們曾經... 金山腳 曾經有跟那個什麼 跟越南跟中國大陸 有軍事衝突 軍事衝突 那我們住的地方咧 剛好我們講說 那個廣西跟越南交界部分 有一個叫得天瀑布嘛 九五名啊 全... 那個亞洲的那個第二大瀑布嘛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剛才也想說 欸 我們火災可怕對不對 其實喔 飯店停電的時候 更可怕 尤其在這個地方 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剛才剛才剛才走了而已 飯店停電 可怕的時候 警靈不會想 對 哈哈哈哈 其實那時候的導遊就跟我們講說 就假如說今天晚上 像你講說房間裡面睡覺的時候 有人習慣關燈的話 最好燈不要關 留個小燈 我說啊 為什麼要留個小燈 他說 我們這邊比較特殊 萬一燈全部都洗的時候 那你準備就要躲起來 準備要逃 我問為什麼 因為怕萬一有人跑過來 準備要幹嘛 搶劫的 或是軍事衝突的 喔唷 對 那時候我講說 有燈還是沒燈 來這裡 欸 我是在戰地七島 人家就在賣 沒有啊 因為它這邊雖然有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景色 但是這個是這邊 當地不成為一個規定 那其實這邊最近也有 駐紮 駐紮 有說你說的 那個 有一盞 才看得到 對 那後快 真的晚上到了差不多 十二點半 快一點的時候 突然聽到 咚 整個 都花了 喔 又停電了 就是爆炸聲 它也不是爆炸聲 就像我們剛說的 不是跳點那種 那個聲音跳點 我們以前 我們聽到變電像 爆米的感覺 就說 有一天 破壞了是不是 真的還說 我們剛才說的 那天對 結果我們在想說 趕快 去隔壁敲門 趕快走開 趕快閉起來 叫說 房門重重鎖起來 一個一個講 用台語說嘛 我們已經在那邊 導遊 我跟導遊就說 導遊也是睡在那邊 就跑來跟我們講說 停電了 就有一個人去隔壁敲門 問要塞得好 問要塞得好 千萬萬不要開 結果呢 因為我住在山上 山下的 山下就有人就民宅被搶了 他說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說這邊不成了 我今天就是說 只要電視器 大家看不見 第一個破壞 所謂的警報系統 有的沒的都不會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說風聲鶴唳 他跳了 也沒有聽到 棒棒棒 只有聽到說 電視器跳到 大家就開始看了 就差不多點半小時 來後才發現說 有什麼事情 大家有一個人 就聽櫃台去講 到底誰 下山下山下山 他說下山下山 有兩間去洪津嗎 就被搶了 誰搶了 就越南人跑過來 搶中國大陸 啊 我越南人 這麼 因為他就是隔一條河而已 坐一條河而已 坐一條河就過來了 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 那時候中國大陸在發街 類似這樣子 因為很近 那邊沒人吃的時候 會有個狀況 我就趁晚上過來 能偷的偷 能搶的搶 不過這是很重要的信號 就是你怎麼說 電視器沒去 這個真的不要小看這種情況 就是一定有人去破壞它 對 尤其弄飯店 我說飯店 就像剛才有人說 一定有備用系統 備用系統沒辦法緊急騎的 知道緊急是空窗的 嗯嗯嗯 那剛剛發生的 我們台灣有一個宜蘭的附近 去泰國 去玩 竟然會溺斃在游泳池 所以時間溺斃 發現是在 巴塔亞的一個飯店裡面 我把場景講 因為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凌晨兩點 這個以小胖來講 應該比較能夠有那個場景 你帶團出去 它是一個宜蘭的 好像是塞阿蕙那種團 然後去參加五天四夜的 巴塔亞之旅 然後就帶到那邊去 結果呢 第幾天 第二天吧 然後那個 他的那個 巴塔亞那個飯店的游泳池 就看到一個婦人 趴在那個地方 時間是凌晨兩點 那大家看到 就把他叫起來 才發現 叫不起來嘛 就把他拉起來 發現他姓王 是那個團體裡面的 其中一個人 對 然後因為這個人溺斃 那一定要變成一個旅遊的命案事件 現在開始就在查說到底為什麼這個婦人會 因為大家蠻老子想的就是 比如說可能是凶殺案 你出去玩 不太有理由去 在那個地方 把自己做這樣輕生的路 你記得不去玩嗎 那訪查團員也認為說 他應該沒什麼問題 才對 那時間點就很特別了 凌晨兩點 兩點 那兩點 如果旅行 像旅行社 旅行團一定有一個休息時間 譬如說10點 10點半 不會到12點 1點這種時間嘛 到10點到2點這4點 做什麼事情 這人去待 會不會就跟那個 他會不會去刷拖啊 就是比如說 其實按照正常來點 那個飯店的游泳池 它是有規定時間 你什麼時間是沒有開放的 你不可以進去 對你不可以進去 或是甚至沒有什麼 什麼救生員在那邊 那個時間是拍開 晚上10點 或是隔天早上5點 就在結束 不准去游泳池 甚至游泳池是關起來的 沒有 可是帕塔亞的那種就是 它的旅行環境 它比較多都是開放式的 那它頂度就是說 可能就是它直接告訴你 用一些圍 有些用圍起來 或有一下根本沒圍 它只把燈關起來 那甚至因為帕塔亞有一些飯店呢 它的游泳池就是它造景的環境之一 所以我在想說 不知道它是不是會喝醉 還是怎麼樣 沒有開放飯店就不用負責任嗎 其實就 其實就看 我們看到這個這則新聞 那我可能兩點回去 有這個 兩點完就睡了 要做什麼 然後去刷拖 我說我 可是又是個女生 又是單獨一個 其實聽說 聽說 這個新聞是講是說 它剛好有人有 總共是三個人要去游 但是另外兩個起來了 沒有發現 這個人已經溺斃了 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想說 這個時間定了 早上這個人說 你也沒開 假如說我今天有陳詠的 那陳詠的 許會有陳詠的習慣的人 那也不是這個時間去游 不會啊 太早了 今天要提早點 這個部分 那飯店說 我有告訴你 我規定時間 一定飯店一定有規定時間 沒有就聖員 我就這樣 看人家 我開放室的 你不來信就來信 有人說 我就很害羞 沒關係 放鬆下去 那這個部分 你看看 我們的飯店流用池 最深的話 最深會多少米 兩公尺 一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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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蜜餅蠻難的 你一米八 你身材一百六 你... 沒有沒有 我之前住過 把他一個房子 進去的大廳 電梯 走道 每個房間都貼一個符咒 就毛毛的 那團就比較隨便 你也會毛 我會毛 看到那個就毛 你不是大師 還是會 因為我不跟 盡量進鬼神而遠之 進去睡的時候 我們領隊導遊 都睡那個特別奇怪的房間 對對對 那我那間是屬於家族房 連通房 連通房 我一個人睡 睡一睡半夜 就有人 喊你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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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泰國話 我一醒來就沒有事 所以一睡著 我就想一沒事 後來我就開始不睡了 不睡完之後 連通房不是有個門嗎 對 就抖抖 我一看 又沒聲音 過兩天又想 抖抖 我就跟桂萊講了 我的英文很差 就亂講 通常說來 啖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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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跟你講泰國話了 阿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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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很可怕喔 那時候我就嚇死了 我就逃出去找那個警衛幫我顧 警衛 女警衛 戴那個帽子 警衛 給他一百塊美金 叫他幫我顧 他說沒有關係 我幫你顧 顧到我要睡早了 你知道吧 突然有人哭了 你知道吧 唉唷 哭了 唉唷 這樣子哭 我一看 是女警衛哭 為什麼 因為他看到鬼 他跑掉了 他看到鬼跑掉了 害我捲了面背 你知道 覺得毯子啦 到睡大廳 一百塊拿回來 後來第二天問導遊 你知道吧 那一間是一個小孩子 在窗外的游泳池密閉 那一間通常是不給人家睡的 因為我們這種領隊是沒有備用的 就是豬那種鬼屋 他是真 你講的是真的嗎 後來導遊告訴我 當地導遊說的 沒有人要睡那間 那個警衛是真的 女警衛有看到 他在哭 我不知道 哭 哭 哭 很可怕 其實碰到這種 我們常常說 尤其是泰國 都說 第一件事情 到了飛機下來以後 發覺說 欸 泰國什麼東西最多 廟 廟 對不對 為什麼廟多 因為鬼多 人家就開始 行李就開始 往往往 像我那 那我這一次的經驗是 我帶人去 就是說我們去 就是去 勘察路線 我們要排新的行程 怎麼跑 跑到羅雍府 再回來跑達亞 再回到曼谷這樣子模式 那第一件事情 飛機一到 就是跟我們的同事講 因為有一個女同事 我們要做企劃的 我們就有三個導遊 三個導遊 掛 三個導遊掛 經歷 我們就排行程了 那男生當然是男生睡一間 女生就自己讓他睡一間 那好笑的事情是說 一期的時候 我來說心裡就開始毛毛的 他就開始 他說我們就 你是不是 那個 那個 張小姐 你睡的是 301 我們是睡302 303 這樣子過去 反正就給他 我們就開始要開門 頭蓋要開門 他從房間來 哇 這次 我這麼大聲 走得走 我是怎樣 張小姐 張小姐 就叫兩塊錢 看了小胖的照片 不是 他 因為他第一個電影 電影卡一叉 電就來了 那可能電視沒關 電視看了 就出現一個畫面 畫面 他說裡面有很多人去看 我們就看 他說有一個人去看 你說你是漢民的 然後就電視 叫我可惜不是 我們就說要看的時候 電視沒什麼 就說過了 賣媽媽的洗髮精 騎到頭蓋的 好 沒事 回去以後 有賣媽媽的 又來了 我又去看 好像一個歌手 戴墨鏡 就彈吉他 在電視裡面 在電視裡面 我說你漢民電視 沒什麼事 你跟人一起訪問 不要那麼緊張 他說可不可以 賣媽媽祖 你今天來房間睡 他是個小姐 他是小姐 你跟他睡 這個好笑 我說我漢民的洗髮 就說 沒有我們做事 去那裡睡 他可以做大 要睡臉 像說睡在頭蓋 就穿人秀 就脖子 就瀑布就睡了 好啦 後患不適合說 過天天 今天晚上過過了 第二天的時候 我們說 這間飯店 這家飯店 以前有多有名 賣家多少人 後來大家都知道這家飯店 大家都想說過去那就算了 結果旁邊多一些小廟 我們不說 這小廟是什麼 怎麼這間廟這麼好啊 而且那個 掛了那個照片 那個男生 非常非常的帥 結果是電影 他是說在泰國 拍類似007電影 類似泰國的詹姆斯旁的 坐直升機 拍特寫 也死了 摔死了 就摔在那個地方 我們說 後來我們詹小姐就說 小方主任 我突然看到人 這個就是他 我突然看到人 這個就是他 每個人都軟掉了 我說 是看到這個 還是看到那個 他說不是 我看到的是這個 你說不是在電視裡面嗎 對啊 在電視裡面 結果他電視裡面 我看到他是一個 訪問的一個歌手 就是不像 戴墨鏡 這個是很帥的 他說我在電視 你看到的就是這個 我忍得不開心 他不像 跟導遊講 跟當地的經理講 媽在後面 我們不要住家 住房子 換房間不就好了嗎 不是換房間 問題是 沒錢去 跟這玩玩的 反正 不要去 不要去 他記得看到 結果我們詹小姐 28天會來的 結果亂掉 隔沒幾天 隔沒一個禮拜 他就回來又來了 怕一條 跟到台灣來 沒有啦 那個驚奇 被嚇到驚奇 被嚇到你 嚇到亂掉了 這樣也會亂掉 唉唷 我說 很嚴重 你也有經驗嗎 我們是流鼻血 我們是流鼻血 這樣吧 1 2 1 1 2 好 其實你也住飯店住不少 對 其實世界的飯店住的還蠻多的 紐約 住過很怪怪的飯店 對 因為你知道有的時候自己當背包客要出去旅行的時候就想說要省一點錢嘛 但是我就要提醒大家就是說其實要小心 因為我就是說在於那個整個區塊 因為我住在那個就是白老徽附近 那個區塊其實是飯店是很貴的 可是我竟然被我挑到一間很便宜的 我那時候還想說太好了 這麼便宜 然後我就訂了 結果我訂的時候 所以很便宜是多少 一個晚上大概台幣不到三千塊 所以是非常非常便宜 它是非常便宜 旁邊來講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要撐所謂飯店的話 大概差不多都要將近萬八塊 那不然的話就是像一些更小的小旅店 或者是說你可能要去找一些就是可能AMB&B才會有便宜的價錢 然後我那一天的話 其實就是晚上到的時候 就從機場然後拖著行李到那邊去的時候呢 我覺得它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它在一個轉角的又在轉角的裡面 然後我就去Chain 然後去Chain的時候呢 因為其實整個空間啊 那個昏昏暗暗的 那甚至還有那種燈泡 就是覺得那種燈泡是黃黃的 然後有的那個燈啊是沒有燈照的 所以我就覺得我好像要去住那個 很奇怪的恐怖旅店 然後那個飯店Chain的人他也沒講什麼 因為我就是在網路上訂的嘛 所以就OK 然後我就是給他資料 他就給了我鑰匙 那給了我鑰匙 就我跟我先生 我們兩個就拿了那個我們的鑰匙 然後就上去 那坐電梯上去呢 怕什麼啊 你的先生在啊 沒有 可是我跟你講 可是重點是那個整個氛圍太恐怖了 因為我們整個就是好 我們就坐上去的時候呢 那個電梯也是屬於就是那種 你知道就是 門也不太關的起來 就是那邊折騰半天之後 然後電梯很慢很慢 而且又有個聲響 然後我們就這樣上來 然後美國又很慢的電梯 就很舊 然後很舊 然後那個整個你知道 當電梯門打開 它是一個還算滿長的一個長廊 然後就是昏昏黃黃的燈 然後就是一個一個一個的門 然後那個地毯啊 地毯就是 美美的味道 美美的味道 而且還有一點臭臭 跟煙味 它最主要還有煙味跟很潮的味道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找 找到 因為那個走道其實沒有很寬 大概差不多 我們一個大行李箱 就幾乎已經滿了 然後就這樣子上 就這樣子拖 找到房門之後 房間門打開之後啊 那裡面你知道 它有櫃子 可是櫃子有那個門是 沒有門的 沒有門的 還有那個抽屜啊 抽屜是屬於說 它是有抽屜的空間在 但是那個抽屜整個 它整個抽屜不見了 然後整個就是這種 非常奇怪 然後那個床杖上面啊 也是屬於就是 有煙味跟煤味 而且還有床杖是有洞洞的 然後後來到浴室去看的時候 浴室就跟那個恐怖電影裡面啊 全部是那個米白色的磁裝 然後那個 其實也不算磁裝 是塗料塗的 然後那個很舊很舊的洗手台 跟那個你一轉起來的時候 那個很大很大那種 震動的那個聲音 然後整個就會覺得說 天啊我們到了什麼鬼地方 因為那個整個 然後後來呢 後來整個就是包含 就變成說 你知道外面啊 就看裡面 外面應該沒有人 可是你就是一直不時 就是有聽到 就是說那個腳步聲 然後而且 在晚一點點的時候呢 你還有聽到聲音 然後我在那邊住了 兩個晚上 然後第二個晚上的時候呢 還有就是 就遇到那種就是 來的那種人 就是面部也不是很 很和善的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說 真的就 那一整個住住到最後啊 我真的只有 不得要睡覺的時候 那兩個晚上才回到房間 其他時間就趕快呈現 就是逃跑的狀況 而且像晚上我們本來要跟他反映說 那個房間這樣什麼 搓梯也沒有具體的空間 然後具體的只有一個格子 那其實我都不太不太敢 開跟摸裡面的東西 因為它裡面就是有一種 很古老 然後就是美美啾啾的味道 然後後來像這樣的一個環境 就像內溝臭鋪那樣 對啊 它就整個就非常詭異 就是很像 就是我看到日本 你可能是 那個美國公路旅行 你可能會開車 開到某個地方的那種旅店 然後後來呢 像我們要去下面找櫃台 就跟他講說 有沒有別的房間可以換的時候啊 也是都找不到人的 然後 然後所以我 櫃台沒有人喔 對啊 所以我正在想說 櫃台那個人 轉過來又沒有臉這樣子 沒有 然後因為那個地方 還好它是 它是在那個百老會的那個區塊裡面 不然我如果是那種在荒野裡面 我就覺得應該會是這種樣子 然後後來就沒有辦法 對 我也在美國飯店 尤其那個老的 那種燙燙的那種 那櫃台的服務人員都很懶 對 有些是老太太 對 然後呢 那種燙燙也沒有臉 他就走得對 如果出來就嚇到 我們就鬧鬼了 對 好合牌 然後動作就很慢很慢的 那個在日本的叫做溫泉飯店 富士山的三中湖 因為他們附近年輕人不住那裡的 只剩老人家雇那個飯店 一雇就是雇六十年 從二十歲雇到八十歲 半夜找他,他還駝背 這樣子 畢竅畢掉 差不多 你不但不是笑他 你問他甚麼事 有沒有什麼鬼 他說沒有鬼 每天都會有鬼 這樣跟你講 他無所謂 他已經不怕了 我曾經住過那種 就是你知道 有一種是跟航空公司合作的 你知道他都要熟 對 但沒腦鬼 但是他裡面 就是你說的 就是那個壁紙其實都很脫落的 我那種是一隻水倒過的 你聽說有一個水漬 水漬 對 有一個給你放什麼 放枕頭、麵皮 那裡釣衫 櫃子 那櫃子都判了 裡面是釣一個神像 就是一個神像 釣一個神像 那燈光很暗 釣一個神像都在想 他要來幫我們保護 是要來幫他去 釣一個怪怪的 真的 而且那個櫥櫃又完全沒有燈 那個角落 倒了的時候想睡覺 但是他會看那個角落 看著就覺得有什麼東西會跑出來 或者是有一個異次元空間的感覺 奇怪 那有人在櫥櫃裡的神像 基本上我們講科學 不像怪怪亂神 我們就從風水角度來看 重點大家抄一下 馬上就能破解 什麼叫做鬼飯店或陰煞 對於衛煞、行煞跟陰煞來判斷 當這個飯店有莫名的怪聲音 或地板的怪聲音 或是太高的房子有風的聲音 這種房子睡起來就會疑心聲暗威 叫做陰煞 第二個你們剛剛講的都對 為啥只講不出個方向而已 因為物語類聚 如果假使有鬼魅的話 他會喜歡跟那種潮濕腐爛的地方去聚集 那麼才會聚在一起 所以潮濕、惡臭或是我們說的濕氣 都可能會聚集這個 我們所謂的假設有鬼的話 第三個大家比較能夠感覺到的就是 房間暗而無光、陽宅變陰宅 那也是鬼魅喜歡藏的地方 所以有些人說有人曾經看過陰陽眼看過鬼 都是靠牆壁走路的 他不喜歡走正中間 所以他喜歡住邊間 都有些原因在的 重點是如果床頭像墳墓 床頭有的像墓碑的 有一個床板一樣 你睡到那邊就毛毛的 再睡下去做噩夢了 有的是像墓碑一樣 有的像圓形的 還有的飯店 天花板也是做半圓形的 叫棺材煞 那甚至有的飯店是靜子對靜子 他會創造空間的一個 那時候穿透四度空間 也可能造成我們所說的 阿飄會進來的原因之一 很靠得不像自己家一樣 對那這種房子 你一看就知道大概 還有潮濕 包括牆壁啦 這些都是鬼魅喜歡躲藏的地方 是 小胖這個在桂河飯店 對 桂河 泰國的桂河 超多的 真的超多的 現在桂河流行說 在桂河旁邊 住類似的小木屋啊 米辣那種模式 可以算不錯 對 那個飯店都算不錯 尤其我們在講 去住那個飯店 因為桂河大橋 大家最主要是二次世界大陣 日本在那邊借了一些 所謂的我們講的 死亡鐵路 那號稱一公尺 死一個人 一公尺就死一個人 要百多公尺 你看看 一公尺一千耶 他利用了造 就是把那些所謂的戰俘 澳洲的戰俘 抓來這邊蓋鐵路 那蓋到要穿透過去 那因為泰國在這個二戰時間 會有個狀況 他是不戰國 反正盟軍打過來 我就讓你盟軍過嘛 只要說重新國打過來 就讓你重新國 日本打過來就讓你過 反正你不要打我就好了 我中立 對 那這個地方 就特別特別的陰 尤其在桂河這邊 因為造這個鐵路死了很多人 那現在呢 那我們才是講說 去住那邊飯店 現在那邊為什麼 尤其在桂河旁邊 桂河沿線的那些所謂的Villa 為什麼更不好 你知道嗎 因為聽說 那喔 戰俘 撞掉了 虐待死掉的怎麼辦 還是打翻 就把他放在水裡 就讓他流走了 對 所以說你把我放在飯店 不然都蓋在旁邊 我有一次帶客人 我們那時候去住 兩個客人要說 反正白天就划船嘛 白天就叫貴和划嘛 划獨木舟啊 幹嘛幹嘛 去算 就是類似做貴和的一些活動 完了以後呢 回到飯店去 結果那天晚上 反正導遊也講嘛 說在飯店啊 你們知道 那假如說你們有什麼東西 就稍微念一下 或是說 晚上不要外出 因為Villa會有個狀況 你出去 你去你的房間 就是荒郊野外那種模式 對 那我們這是飯店的草皮啊 柔弱式的 然後說阿姨你不要走 那我們就說 今天晚上早點睡 十點晚沒來睡 不要亂照啦 對 那我就去睡覺 叫陪一個客人去睡 要睡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只有你會這樣想 這個有犯案 他就看電視 我就躲一睡 躲一睡之後 就說 是嗎 好像類似做夢一樣 站在那裡 就開始好像 沒用就沒走 沒有鬼壓床 對 去找你知道嗎 什麼三字經 五字經 國媽什麼西洋古 好像英文的 夢中嗎 英文的客家的 台語的 都沒都叫就對了 叫一叫 突起來之後 我說 你都沒聽我你叫 你管你找 我問問我那個同房的那個客人 他說 沒有了 看你大病 怎麼不像一隻堂 這麼大隻的堂 都要去睡覺 那其實他真的 那個是個經驗 還說 是不是 我們日常生才會太累 對 有可能 但是回過來想 不會 走遍大江南北 慢慢這樣 我們在這裡怎麼住 對 因為那邊 即使要壓你也不容易 對 花比較多的力氣 很趕急的 對 等一下還有更可怕被壓的故事 廣告後我們 難得來熱鬧一下 熱鬧一下 熱鬧一下 壓你的可是動作 對啊 為什麼很趕急 因為那邊的飯店 小胖這就是旅行界的老工業 老工業的話我們就要聽一下 他說你住飯店 連房號都要注意 對啊 其實我們在住飯店 我們通常住飯店 你會發言說 大部分的房間都要一樓 二樓 三樓 四樓 五樓 對不對 那有的飯店會沒有四樓 對 二 三 五會直接跳開 視野不好 視野不好 有的比較Q調的 不管國內國外也會這樣子 都有四的部分 但是呢 直接跟大家說 這樣我們的房間號碼 大部分會連號在一起 你說501 502 503 504 突然說501 502 你假如說四 還沒504那就算了 直接跳505 對不對 那你假如說501 502 503 沒有就直接跳505 對啊 這間503的房間 你也不要去住 假如說分到505的房間 你也不要去住 為什麼 要是怎樣 要是這個房間有問題 對 對 就是503出過事情 因為503不見了 但是要把號碼往前移 變成505 對 所以505那間不要住 你意思是 對 因為突然會不見號碼 你會說反正房間叫本 那一般為什麼民間的習俗 說房間讓你沒去 這個壞咪 你找不到房間 找不到回來 就會有這種狀況 找不到號碼了 對 萬一會有個狀況是 如果他走不出去 你才會抓得更多人 哈哈哈哈哈哈 整門都回來了 對 因為你把牠換了 牠出不去 你出去走回來 你把牠鎖在裡面 有道理 那其實在這些飯店 就像還有詹老師跟他說 有的房間 就是放著什麼貼的符咒 跟宏宜老師講 你說房間調節佛像 我說房間你也不要去住 總之沒穿去 你如果沒穿去 才會去做那些東西 假如說房間放聖經 人家是信仰的東西 那個其實也很好用 你看看抽屜對不對 假如說不管今天 假如說這間飯店乾不乾淨 一件事情 進去房間以後 敲門出去玩 第一件事情 還有哪 剛才張老師說 我們的味道煞 這壞咪 打門把它打開 讓它通風一下 這個東西 他會怕那個東西 他以後要走 另外還有現在 所有的電話都把它打開 亮 如果說你要外出 你要外出 記得一件事情 你要出去 那個房卡 就要人家 假如說房卡有取電卡 那叫取電卡 電視怕有膽 為什麼 萬一你要外出 外面聽的時候 你房間還有人 對 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慢慢地去 避免這些不好的東西 他最重要是遇到 很誠懇的導遊 我去英國住那個飯店 叫古堡飯店 我跟著導遊睡 同一間嘛 就有兩個床 那個導遊在小胖 後來睡的時候 他就先睡著了 半夜我被鬼壓 你知道吧 小胖小胖有鬼 他怎麼說 你知道吧 本來就有鬼 藥在抽屜裡面安眠藥 這樣子 他早就知道有鬼 自己先吃藥知道吧 沒有 因為房間店很多 他都是這個樣子 是真的 真的 不要來鬧場 因為古堡飯店真的很多 所以導遊他就會 自己會先跟客人打預防針 說你在角落看到 你也不要壓抑 那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客人 其實他們在這邊住很久了 那我們就不好意思 跟他講一下抱歉 我們來接住一個晚上 而且為什麼會 然後稍微先去一點 沒有是沒有藥 你就跟他講 然後可能他就會離開了 就說不好意思 我現在搭一個晚上 什麼路易室三室 路易室五室住過的 古堡飯店很多 古堡飯店真的很多 你不是在講酒吧 威士忌 不是啦 他們講他們什麼 法皇什麼 或什麼英皇住過的 我都沒碰過 我們兩個是怎樣 來拜託一下 有哪有 我都沒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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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老師 你自己也碰過 我們公民下一個大門 看看 大門… 這節目很緊張 這是什麼節目 這什麼節目 你不知道嗎 這叫C5 週一到週五晚上八點 請收看新聞 娃娃娃